哈 啊 真的是蛋 超大的 有底嗎有底嗎 出來了 啊 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 在擦踩踩踩踩踩 我在擦踩踩踩踩 不要 進arlos 搖 YouTube頻道J霸 致力於移植外來眾綠烈西 由于日前适逢清明节,坠霸团队发现南部的绿裂溪,将坟墓区作为巢穴下旦繁殖,考量到风水及环境正义,因此前往移除 台湾市政府负责冰杖的科,他们是有在做这件事,他们也是要需义很多 但问题是说,反正现在他们会来填土,每次会填土 工人通常不会进去把那个蛋拿出来,如果它真的下蛋的话 如果,对啊,像你讲的,一定会有影响 就科学上大家可能觉得没差,但是在一个 在我们风水的角度的话,一定会有影响 以古早来讲的话,白蚁,或者是说水淹金蚌,就是装骨头那个蚌里面装水,那个都是不OK的 白蚁,侵蚀那个木棺,那个都是类似的 它只要有生物相关的东西,对,都不行 而且它到时候在里面孵化,从里面长出来,听起来是很可怕 但是因为今天有一个问题是说,他们先把它填起来了 你后续就是,就只是蛋会在里面 我们如果这样,我也不想要太深挖 这个会确实是有一点机会 对啊,就是说,绿叶溪可能蛋孵化之后再来处理 对啊,也还行 只是说,确实是会有定层度的影响 我们要有看就是四周这种 这种,不是木上面的,这个也是可以啦 对啊 对啊 一根一根一根 一根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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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啊! 蛋,真的是蛋 对啊 找到了 哇 喔 超大的 有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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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出来了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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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我们的这个 冰葬的神话炉啊 冰葬的这个 这个处 我不知道叫什么,忘记了 他们其实也有在思考这件事情 因为 像最近是清秉节 这附近大家在扫木嘛 那 你一定不可能会希望自己的木旁边都是蜥蜴 跟你那蜥蜴会大变 会搭在这些 木上面 会搭在他们的祖先上面 所以他们也自己在处理 台南跟嘉义 有在使用高动能的气箱 那这个气箱有效 有效可以把它打死,没有错 但是 只有台南市的几个人 就是申保处里面几个同仁 他们会 两个人出去抓 那嘉义是 嘉义的嘉义大学 可能也是一小部分的人去抓 但是有效的工具 全台湾只有这两个地方有 他是没有用的 他是没有用的 所以 好,我们可以玩了 就是 这个是一直无限生的 所以说你要 你清零我认为 应该是 像你在 你加酒装充加十一样的 没机会 那 可以的话 就尽量让移除业者 或一些民间团体 他可以有效 合法的申请 这样的工具来协助 厂商也要有这样的工具 不要再拿的 比较 冷兵器的方式 在移除 这样其实是没有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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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